昨晚网友粉丝给我留言发私信 小胡们本来想买特斯拉摩托歪 可是看到马路上的小鹏G6很漂亮 而且还只有20万的价位 很便宜 请问质量和特斯拉摩托歪相比 怎么样能用住吗能入手吗 小鹏这种造车新能源新势力呢 用料是比较好的 配置也是满满灯灯 这是我们国家生的强项 但是缺少的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验证和技术的积累 也就是品牌的影响力 品牌的影响力肯定是不如这个特斯拉的 品牌的影响力是靠品质质量还有价格打下来的 所以说这一点呢 它是不如特斯拉了 那么一说了特斯拉就感觉 我是穿了一双耐克名牌鞋 而小鹏则是国产的安踏 就这种感觉 不过只卖二十万的小鹏G6 七月份卖的是一万台 同级别它用料还是比较厚到达 定位一个中型SUV快捷车五座 提供后驱还有市驱两种动力 它的后驱加速是六秒 市驱满板加速是四秒 全息都匹配了热板空调 配置满板等等 前双扎臂后面五连杆的驱驾和特斯拉Model Y是一样的驱驾 都用上了铝合金材质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部分车型还匹配了高配 匹配了两颗极光力达电尾 电尾翼 结合了800伏的充电桩 可以实现充电10分钟 驱航三百公里有一个能效补充 这个是很好很快速的 不需要无需多种时间 那么它的最低配入门版本 驱航是580公里 单是有驱标的 每个新轮车型它都有驱标 但是小鹏的驱标的三维点厉害 电池是咱们国产中创新航的 磷酸铁锂电池和三维电池 质保是八年十六万公里 那么小鹏G6全车 共匹配了31颗智能辅动驾驶全转器 匹配了两颗英伟达的辅动驾驶芯片 总算力达到了508 还是可以的 这个车的20万这个价位 还是比较有进程力的 它整台车开起来 也是调整了拼操控 底边的扎实的指令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毕竟用的前面是双踏壁悬挂 是吧 双踏壁能够减少刹车点头 能够增加轮胎的一个操控 和横向的一个测轻 所以说悬挂是非常不错 调教也是不错的 但是总而言之 它调教的还是不如特斯拉的 特斯拉调教的操控要更好一些 加速各方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确保是啥呢 确保就是说一个市场 车主一个口碑的回馈 但是它要比特斯拉 摩托埃便宜六万块钱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活力 对吧 20万我认为 就是买一个卖成330 凯尔这2.0升的一个价位 价钱 买个突破R330 这价钱 是不是 你可以买到这个小横G6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融化了 本的下面都需要20万 这么一对比 它的性价比就是非常高了 对吧 网友有没有买过 开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这两款车的有什么见解 也可以在评论区中研 欢迎大家收看 拜拜